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妾叩见大王 原来是两位爱妃啊 寡人差点就认不出来了呢 大王 你看我们姐妹二人穿上这身戎装 是不是更神气了 英姿洒爽 两位爱妃如此打扮 的确招寡人喜欢啊 可惜听说明日演练的司马 是个村府百姓 太让人扫兴了 若是大王亲自教授 那才让人高兴呢 寡人可没那个胆量去演练你们 不过看你们演练一定是件很开心的事情 明天你们要好好演练 只要让寡人开心 选个吉日 我带你们抖破涉猎去 太好了 我作战十几年 什么样的兵没带过 就是这样教掩妇人的事 从来不敢问津 我倒要看看 他孙武 有什么招数 只怕是教掩失败 不好收拾 这可不是寡人的主意 是他孙武自己说的 即使是富人 他也能调教成军队 是不是阿福该 是孙武说的 下沉教掩司马 孙武油饼大王 一切准备完毕 愿大王准许乐兵 教掩军阵 准你乐兵 实至日中违宪 如果能在两个时辰里 使他们懂得 稳骨而动 明金收兵 再学几个起坐跪转的动作 摆一个战阵 寡人就算你教演成功了 谨遵亡命 好 好戏 开言 薄皮大夫 你没有不知道的事情 你倒是说一说 有诸侯国使富人上阵的事吗 别说作战 就是驱使女人教演的事 薄皮也从未听说过 教演组长 帅红绿二队就位 教演组长 帅红绿二队就位 是叫我们就位吗 是啊 你看谁那边 来了 快点 确实 好 走 快点 走了 小晚上 大家肃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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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告诉两半校业组长 叫大家安静 快点 准备 看看 看看 看 看 他送屋有办法了 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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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哈哈 两位爱妃在孙子的陶教下 已经学会赶鸭子咯 哈哈 哈哈 别笑了 站好 站好 你们的右手在哪 在这 你们的左手在哪 左手 在这 好 我知道你们的前膝和后背吗 这是前膝 这是后背 好 本司马先号令如下 肌骨一痛 你们向右转 肌骨二痛 你们向左转 连续肌骨 你们就向前走 听到明经定要止步后退 现在你们站的是方阵 都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 本司马宣布军法 若有违抗军令的 本司马定斩不射 都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 照顾听令 鸡骨一痛 你们向右转 你们向右转 我们转转 转转 转转 知道了吗 知道了吗 知道了 太好 太好 孙子上寡人的当了 大家肤敬 大家肤敬 别闹了 姐妹们 肤敬 别笑了 好了好了 别笑了 大家肤敬 别笑了 姐妹们 肤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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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言不成 与你们无关 约束不明 号令不熟 是粉丝马的过错 现在 粉丝马再轻约束 你们徐天明白了 不得再错 肌骨一通 你们向右转 无此迁就下去 会失去军威 恐怕再难教演下去 一群妇人 有什么军威可言 孙长青再三约束 合乎无德 三令无声之后 必见军威 他孙武再有武德 也奈何不得寡人的 美人阵 试看他 如何处置 再有不听号令者 出展 你们是否明白 你们是否明白 好 好 张鼓听令 肌骨一通 向右转 向右转 十叶绕 几国二通 向左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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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两九 连续续续 你们向前走 你们向前走 向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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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子他没招数了 转将军 在 去告诉孙子 就说寡人算他成功 让爱妃们都回宫歇着吧 大王快看 他要干什么 约束不明 套令不属 是本司马之过 本司马既然已经三令无身 仍有不服从军令者 于此空 必知是在 按照军法 该当何罪 最当斩首 斩何人 斩族长 好 司马 你不可无礼 我们不是军队里下舰的徒兵 不可滥杀 对 退上来 是 你们干什么 不行 轩盈 快去传寡人之意 就说我已经知道他能用兵 不能斩杀寡人的两位爱妃 遵命 不行 不许子马 说罪 他们并不是有意要违反军阀 是啊 你但是不懂 我们是大王的爱妃 怎么能够屈死在大人的眼前 司马 不要把事情做得太绝了 手下留情 不行 司马留人 将军 快救我们姐妹 快救我们姐妹 你身为将军 可知道驱车闯阵是什么罪 这我可不敢 我是来传大王之命的 大王已知司马能够用兵 可是大王疼爱这两女子 没有他们寝食不安 愿司马手下留情 将军闯阵 同样罪不可恕 什么 难道你 看你是奉王命而来 军中不斩杀君王的使者 就用将军的参马 带将军受罚吧 来人 在 卸下参马 后斩 请将军回禀大王 我既然授命在军 就得以我的兵法出事 将在军 军命有所不说 斩 快救我们 斩 斩 司马 司马留情 司马留情 大王息怒 司马 司马 司法 司謀 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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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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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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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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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急 咱们在商量上 你不去 我一个人去找吴王 子絮 我问你 你究竟是怎么想的吗 都说吴王要杀孙武 可是我不相信 他朝思暮想 都想破楚国 图霸业 他不用孙武用谁 再说了 孙武斩了他两位宠妃 那是在执军阀立军威 有什么不对的 子羽啊 我原以为 只要我们两个人 拼力推荐 吴王一定会拜孙武为将 我想不到 薄皮明白 只是你我 竭力推荐孙武 自当防他 日后得势 子羽图谋太远了 可是我只知道破楚报仇 完成吴火的霸业 子絮 千万不可为了孙武 而得罪吴王 大王 子羽啊 一大早 你有什么事啊 大王 吴云一夜没睡 有些话不吐不快 所以未吃招式便来恭候大王 你有什么话要说 夏臣以为 孙武斩杀二妃 是在三令无神之后 这事我不想再听了 你还有什么事 孙武在阵中受到妇人的侮辱 他斩杀二妃 实在是出于无奈 那不必再说了 大王难道忘了古人的一句话 兵者凶事吗 既然要教掩军事 就必然要执行军法 该杀不杀 该罚不罚 大王凭什么质军 寡人虽然有八十一个妃子 而最喜爱的就是这两个 他孙武敢杀我的爱妃 说明他眼里根本就没有我 再说 我派专业将军传令说情 他不但不应允 反而杀了参马 这是冲谁啊 我若拜他为上将军 大王 孙武兵法上讲 将者 致信任勇言 孙武谈兵带兵 有名有识 他战爱妃是在持军阀 立军威 却有大将风度 下臣以为 没有孙武 无人能够率领吴国大军千里破处 难道寡人带兵也比不上孙武吗 敢告大王 若说实话 吴云以为孙武带兵 必然胜于大王 大王的功业 在于成就霸业 何必在带兵作战上与孙武义争高低呢 而且孙武这样的大将军 正是大王的幸运 更是大王的天命 孙虚快起来 让我再想一想 寡人必定要为子序出兵伐处 以报答子序对寡人的忠诚 大王如何不起用孙武 我与你将报仇无日 他 我与寡人一同吃招式如何 下臣不敢与王同事 王兄 王兄 您看 都抽好了 好书法 好竹简 好皮尾 真可算是三绝合一 好 来人 你有幸抄写这部兵书 应该知足了 你的家眷 王庭会照看的 把他拉下去 武云 他来找过我 是为了孙武 他极力保举孙武 他除了力保孙武 还能怎么样呢 武云虽然是个 左国之才 但却是个重私情的人 他如果把你当朋友 就会为你去死 御用武云并非难事 而 孙武却是个 有大智慧 大才干的人 王兄 是要用苏武 满朝的清大夫 连你在内 竟然只有 吴子絮一个人 知道我的心事 我今天就去冰激阁侍奉大王 我今天就去冰激阁侍奉大王 你这是要干什么 十天后 如果你不死 再去侍奉大王 大人 下是奉大王之命 请兵家回馆歇息 你去报大王 就说孙武再次坐等这盆炭火燃尽 如果到那时 大王还不撤走假兵 孙武将凡然孙管 举家复难 向天下人告白大王的济贤度能 是 大人 小子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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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使我感到不安 不错 是我下令 把你们全家困在管舍里的 可是 你的所作所为 为什么总是不能给我留一点面子呢 虽然 你可能成为一个 千古不朽的大兵家 但是你 毕竟是一个求取功名的隐士 而我 却是个君王 将在外 君命有所不受 在军旅之中 我只是遵照武德行事而已 你所谓的武德 我已经领教过了 你眼里没有我这个君王 难道 还指望我拜你为将军吗 难道你就不指望用我的兵法来建立军功 实现你的霸业吗 常青并不打算 舍弃我吧 你必须认错 我以一片真心对待你 我究竟错在哪里 你把军旅之事当儿戏 这是一错 孙武执法斩美 你却顾念私情不愿再敢操演 这是二错 找这么看 你嘴上说我的兵法好 却不去实行它 这是三错 此后你又心怀怨恨 派兵家为我家人 这是四错 又想拜我上将军 又怕失去了君王的脸面 犹豫不决 这是五错 如果我不认这些个错 难道你会放弃做将军的机会吗 知错而不认错 这是六错 由此六错 孙武全家六口 不敢贪生 你兵书中有一句话我不明白 什么叫做将能而君不愈 如果你说不清楚 我不敢认错 将能而君不愈 是说君王用将 必用强将 用人不移 用将不移 君王一招用将 则三军军政军事 都要交给将军 不可赤轴而多加管束 谁能保证 强将不会拥兵作乱呢 你说的是叛将 我所说的是强将 必须能以智谋破敌 以忠信誓军 以仁爱处事 以勇武临阵 以严明治君 这就是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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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为孙武临队 孙武若败为上将军 当今不求虚名 退不避罪过 只求保护百姓和君王的利益 而不敢贪恋个人的身家性命 寡人认错 愿拜孙武为上将军 孙武愿为大王效命 受孙武子为大武中军主将 放上将军 酱武 illustrations rak 宋 此兵的冬奏 大大人十三年 首尊武 中军主将 上将军 愿上将军军功不省 家臣上将军竟受亡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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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说只有汽水路从渝章、大别山一带攻入楚国了 你们看 此为大别山天堂顶 南面深山不开 不能行军 北面山高林密 又有六千等要敌遏制 资众运输通道也为输九国和同国所占 从路上蹊进 也十分困难 啊 照你这么说 我吴国怕自保都不能 又怎么去攻打楚国呢 不知道上将军有什么计谋 敌强我弱 不可操之过急 必须把江南的越国 怀北的徐国中国平定 再把楚国在江华一带的势力全部消除 造成必胜的态势 这样才可以决战入楚 嗯 有道理 有理 可这得多少年呢 十年 十年 哪里还用得上什么十年 我们可以先不管江南淮北 只要我们从路上进攻 三年必能破除 大王 子序说得有理 有刺客 叛逆 为什么要刺杀寡人 是炎鱼和竹庸派我来的 你杀了王辽 害得我家主人逃亡在外 我不敢辜负二公子 所以前来杀你 咱呢 必须除掉炎鱼和竹庸二公子 罚楚之前 必须扫清障碍 跟除隐患 炎鱼和竹庸已经逃到徐国去了 这两个逆臣不除 后患无穷 子序 臣在 派使者去见徐国君王 叫他把炎鱼和竹庸给寡人送来 大王 小国的利益在于讨好强国 再说 徐国是楚国百年的盟国 他们绝不会轻易把炎鱼竹庸 送我吴国而得罪楚国的 他敢 我吴国虽然不如楚国的兵多 可徐国紧挨着我 他若敢 对寡人不公 寡人先灭了他 寡人不会把二公子交给吴王和鲁 请你们放心 寡人已经拒绝了吴王和鲁派来的使者 要寡人交出二位公子的要求 寡人也预料吴王和鲁 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寡人明日启程 去会见楚王 外臣就托付于徐君了 吴王塑要二公子 外臣张瑜不敢做主 如何发落二公子 还请大楚王明示 你们二位 不妨说说自己的意思 我以为 当今天下 唯有晋国能与楚国相匹敌 吴国吗 不足为患 这两个人 跟我们打了十几年 最不容赦 绝无接纳之理呀 我以为 吴国国势日益壮大 不可不防 可将二公子 交与徐君 聚守徐城 这样便可 北四中原 南控淮水 牵制吴国的势力 以解除我北上 与晋国争霸的后顾之忧 西军 你该不会害怕 会被吴军攻破虚城吧 有大楚国 为外臣做主 外臣不怕 哈哈哈哈 那好 楚国会为你做主的 谢大楚王恩 不过 你要把太子送来做人质 这 许书两国 有百多年的交好 你若能表明了 徐国对楚国是无二心的 以后有事来找楚国 楚国绝不会袖手不管 二公子就交给你了 你守好徐城 我免你五十乘兵车的功夫 外臣尊大楚王之命 不日 即把太子送到楚国来 徐军竟敢为我亡命 寡人非亲自攻打徐城 讨伐章鱼 徐城十分坚固 大王不可一起用兵 兵发讲 如果因为怨恨而怒而发兵 即使攻下徐城 吴军的损失也会很大 吴军的实力当用在破楚的关键时刻 大王要慎重才是 可是逆臣炎鱼和竹庸留在徐国 不除了他们 我心不定 大王 正因为他二人都去了徐国 徐军章鱼必定十分害怕大王用兵 因此会加强防守 不如先忍一忍 装作不敢打 日子已久 他必然会松懈下来 到那时 在新攻伐之势 必能一举成功 大王 用兵之法 必时积蓄啊 孙子说的有道理啊 不 这些是作战之法 不是霸王之道 不敢打他 是弱于他 我大吴的国威何在 我要让怀上的诸侯都知道 谁敢违抗寡人 寡人绝不会放过他 公元前五百一十二年秋 吴王和鲁 八兵封打徐国 徐军有报大鼓令 吴王和鲁 亲帅三军前来攻打徐城 务必请大楚令颖 速速发兵救援 知道了 退下 徐国国军的胆子 真是一代比一代小 吴国攻打徐国六七十年 每次都是徒劳而无功 怎么发的兵 就怎么退的兵 令颖 这回你说如何是好 话随这么说 可是吴王和鲁即位以后 整军备战 岂用贤能 军力 可是大大强于以往了 这一回 又是三军并出 声势浩大 看上去 看上去像是志在必得呀 令颖说得极是 不说别的 就说 吴王败的三个将军 都不是等贤之辈 吴王败 吴王败 和薄丕是我 楚国人 与楚国有着深仇大恨 吴王在楚国的时候就驻有水战兵法 而薄丕 见多识广 精明过人 还有一个叫孙武的齐国人 是齐国陈世家族的后人 祖传兵法韬略 他斩杀了吴王的艾姬 吴王还代他为上将军 可见 吴王对他的器重 我们不可小看了这些将军了 虚国是我大楚国的盟国 吴军打虚国是冲着我大楚国来的 我自然不能不管 这是吴王败鲁自从继位以来 第一次与我作战 因此要一战举胜 杀杀他的威风 立刻通告徐军章瑜 叫他先拖住吴军 只需一个月 我待楚国燕军即刻赶到 城内城外一起夹攻吴军 避之吴王于死地